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我們的成長過程 比如說生命教育、科學教育 會讓你成為一個要走理性的想法 因為我們覺得說科學就是眼見為真 那有時候也會因為覺得自己有理 就會覺得說對就在我這邊 我就不會容易妥協 因為比如說常常患者會覺得說 他想要怎麼樣 你會覺得說你這個沒有醫學常識 講得太離譜 那我們就會直接糾正他 你一糾正他當然就會開始緊張了 尤其我以前講話又比較直 覺得對的東西我就是要堅持 所以你講出來的東西 患者他有時候不接受 不是反駁 可是他就會覺得質疑 那你會覺得 我的專業為什麼會被你質疑 所以有時候會造成所謂的緊張氣氛 有一點衝突 因為有時候情緒來的時候就會失控 我都是為你好 你怎麼還不相信我 像這種情況有時候到後來算算 我就不看了 有時候感覺就請他離開 那時候就是理直氣壯 也不會說要理直氣而去緩和這些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也造成常常會 疑病關係的緊張 這個會嗎 那是這一個不是後面 後面這個會嗎 會 這樣 剛剛一空就正常了 算啊 他以前是一個自我俗見很強的 個性就是自認為說 他就是專業 病患就是要聽我的 病患不能左右我的判斷力 有時候對病人的語氣 就是會比較僵硬 修辭方面就比較不圓融 其實他是很善良的 他對抑診這一塊 他非常的投入 他之前是有在入竹會議診 付出方面他都很能夠護持 他自從做了慈濟之後 尤其是回去參加花蓮的禁師營 從那時候回來 他的配合度就很好 而且講話就比較婉轉一點 以前最早我對慈濟有一點不諒解 就是說你為什麼去幫忙大陸 因為那時候台灣跟大陸兩岸的緊張關係 那時候看到慈濟要幫助土耳其 我在為土耳其木管 有時候在路上碰到 那時候我也不是慈濟人 所以會覺得說 走這邊好像也會碰到 走那邊也會碰到 所以都好像要稍微避開一下 會覺得台灣該救的還是很多 怎麼又幫到土耳其去 可以體會他的人道關懷 可是就是無法跨過這個障礙 那時候是2000年 因緣很奧妙 就是你從最不喜歡的 就是從那邊是解開 一整的時候我就穿著藍天白 就這邊逛那邊逛看看 很多碰到很多學生 不管高年級或低年級 他看到你我也很有禮貌的跟你打招呼 我說師伯好 早安怎樣 那時候我覺得 我又不認識他怎麼會跟我打招呼 我在想說因為是我穿這一套的衣服 等於說他認同藍天白雲 他就把你當成是慈濟人 因為以前的慈濟人 可能他跟他互動得非常好 所以他就把他投射到我身上 就是他很自然的 不是做作為了迎合你來做的 那服務艇當時的醫院不是很好 就是很破舊 床 竹子邊的床 然後點滴家也是很舊的很生鏽的 有時候他們會來跟我們互動聊天 有一個晚上 有一個當地的師姐就講講 聊到後來他說他的心願 那時候是2000年 兩岸雖然有在互動 可是還不是很開放 他們就說他們要做職技還是蠻困難的 然後他講講講 雖然說有難度 可是他們還是很喜歡 甚至他後來講說 在他的有生子年 他想要到華蓮見上人 那時候給我一個感覺就是說 他怎麼跟好像穆斯林 就說有一天我要到賣家去朝聖農的感覺 我那時候才想說 你也沒見過 上人 你也沒去過台灣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希望 這個願力想要去 把它當成你一輩子要做的事情 那慢慢在這五六天的互動當中 才發現說 原來直接做的是一個 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的這種 就是他去幫助你 可是還是希望當地的志工去茁壯 我們有看到幾位醫師 他們有特地來 因為他們沒有所謂的藍天白眼 他們就是買一個相類似的衣服 就說好像是跟你同一國的這樣 一起來我們一起再做一陣 當時好像是劉醫師吧 他給我一本上人的著作 那我一放開來就 普天三五 那時候會看到說 這個好像太崇高了 可是上人又好像做到了 沒有不原樣的人 沒有不信任的人 沒有不愛的人 耶穌說人家打你右臉 你要給他打左臉 那時候我們會覺得不可能 怎麼會有這種人 那時候會非常的有一個震撼 上人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他不會因為說 敵對關係 他就不做這一塊 因為其實醫師師子也是 針對說你不能因為宗教 不能因為人種等等 來做區別的質量 你看到上人就是這樣做 那時候才被這些點點滴滴 改變我的一些想法 特殊需求者其實範圍很大 包括心臟病 糖尿病 那些都是 可是我們為什麼會集中在那裡 在這些人 比如說自閉症 腦性麻痺 甚至肢體不行的 因為他常常會沒辦法自我控制 或是說他沒辦法配合 他不自覺地會抖動 或是自閉症 他根本跟你的溝通是隔絕的 因為他不容易配合 所以你常常會要花一倍 兩倍三倍的時間 你一定要取得他的信任以後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手伸到他的口腔裡面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醫師不願意去做 因為可能搞到後來沒做到什麼 那你可能健保給付 又沒辦法去申請 所以很多醫師可能寧願放棄或是轉診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成立 特殊需求者的門診 來照顧這些的患者 拆線 拆線 甚至有時候會碰到一些困難點 除了不配合以外 有生命的危險 我們知道很多障礙 他吞口水比較困難 或是說他不會反射 那像那種情況就會非常危險 因為水跑到喉嚨 那可能會跑到氣管 比較輕微可能是肺炎 可是嚴重可能就是當場會往生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既然有這個危險 我為什麼去碰觸這一塊 現在都可以走了 好棒喔 他頭都知道要抬起來了 蘇無代以前最早是 當然就是防止他亂動 可是後來有些研究報告就是說 當你有一個重物壓制在他的身體的時候 患者反而會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會說 刻意把它拿掉 當然我們不會講說束縛帶 我們會講說要保護你 因為這兩個概念不一樣 你看到我們有 特別用兩隻有沒有 一起用 就是一個要吸霧氣 一個要吸水 頭部也會墊高 就是讓他氣管把它折起來 不會水縮直接就通到氣管裡面 這樣避免它嗆到 其實這種刻出小朋友 要找一個治療他的地方不容易 然後我就很幸運說可以遇到謝醫師 就至少說我們在這十幾年當中 我不會擔心說他牙齒痛 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不會講話的小朋友 但謝醫師把他顧得很好 就說我就不用擔心到這一塊 然後就是有蛀牙 他也想說他跟我說 你怎麼去處理它 說是需要把它掉或怎麼樣 我覺得我最退步他就是他動作很快 很有愛心 好的 你看牙齒這樣靜靜的 他對身心障礙這一塊 他非常的投入 他從慈願要做身心障礙到現在 他都一直沒有間斷過 我覺得非常的辛苦 因為陣仗很大 需要很多師姐來護子 來協助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區塊其實是不好做的 可是我們也把它做起來了 這個是讓我真的是很感動 那我們知道很多的身體上的疾病 其實跟口腔的牙周細菌有關 比如說關節炎啊 心臟病啊 像糖氏症 它本身就容易牙周病 那我們假如這邊不是沒控制 它又有糖氏症 那可能它又衍生有全身性的系統疾病的話 那會更不好去處理 有一隻是硬的 看一下看一下 通常我都會用 其他一隻應該也會用 因為這個是強力的吸托 師字背的人都會比較自我 因為都是我們叫別人該怎麼做 你要聽我的話 可是當我們在慈濟 就又不一樣 因為你要綜合大家的意見 大家的想法 那慢慢你會覺得說 有些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樣 不代表說他就錯了 可能他看到你沒看到的 所以就慢慢的磨合的時候 你才發現說 有時候真的是要集綜合人的想法 然後你再去做一個最後的一個判斷 才可以彌補你的偏見 所以我覺得說 以同理心去想一些事情 要跟人討論之前 你先同理他的心 再來跟他討論 就會示範公平 因為以前比較不會去讚嘆別人 或是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 真的是這樣一路走來 我覺得同理心是我收獲最多的